台湾道教总庙玄义宫 从今天起举办三天的教典 这次的教典主要是为了广大的信众 来齐安求福射除罪障 三天的教典中所开的科室有 点灯祈福 圆成灯等科宜 这场齐安执福的法会 在对位法师的助导下 仪式正式开始 三天的教典所为所有信众 齐安求福外 也需要能祈求国泰明恩 风跳雨顺 台湾道教总庙玄义宫 每年度都会定期办理 三元法会 这次所办理的是 下三元进入灾移 祈福效债教典 这些教典科室 受到广大信众的列列参与 仙长云珍也在法王之中 拨控出席这次的祈福法会 林仙长表示 这次玄义宫举办三天法会 主要是希望国泰明恩 事实无贼 宣传上帝一向非常宁愿 明年遇到台风借尽 县长都会到这里来祈求保佑 希望县经验能够平安度过 今天我们中央先例说 去办三天法会 办法会主要是今年度 可以消灾 让我们南岛官 都可以国泰明恩风跳雨顺 尤其我们帝宫真的宁愿 在我们老主委 这个宁愿之下 我们的宣愿宫 可以说这个度高里面 现在在我们全国的地名度 真的好 幸福也真的幸福 所以今天开始三天的法会 能够带来我们所有县民 能够平安 家庭立案需要顺势 会贪大钱 再次也要感谢我们帝宫 每一年有什么重大 风台水災要来 我们都经过本人 秦主和我们宣愿宫 和我们其他市场 在祈求 我们帝宫和摩祭部 看这些災害能够离开 我们南岛官 让我们南岛官的災害 减少一点 三年来我们这样积极 效果其实真的 现任就实现 真的好 所以我们三年来南岛官 都没有什么重大災害 所以我们災害减少 我们政府 救災的经费 我们就会省下来 所以我们三年来 刚才災害准备 我们也省得很多 自这 这些災害减少的经费 因为过去管府 都会有些负责 我们就 一年到处要行 我专一三年来 这负责因为没有災害了 我们就行6亿3千几万 把我们管政府减债减少 减少负责 我们也减少要达34亿 这可以用历年来 做管长有法大行财务的 也是我管长管副团队 大家认真 解释 开发财源 可以让我们的财务 一直减少 我们也不是说 因为都要行负责 这些建设就没做 所以我们建设都不打着 一毛钱都没有减少 还增加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要素在人为 但是也要有天 我们的新的比喻 这样有法度来实验 玄宇宫住持罗湘云就表示 每年年底 玄宇宫都会几拜 进入离斗造议 那所有新众来参与拜斗 现在透过这项仪式 那所有新众 在新的一年都能平安顺遂 今年就是定义年 台湾独家中央 兴议党 每一年的年月 都有办一个金禄 雷刀材的抗议 让我们这个行业中心书 中心导 来参与拜祭 所以今天这个抗议 我们要办三天 今天就是办团拜 马载第二天 就是办我们 要做店顶 二室 然后就是保宅库 把这个抗议 我们是一年一度 可以说也跨年 在这里 拜新的一年的开数 在这里就是 祝大家平安顺遂 我们的主题就是 天由台湾 众神必由台湾 这是与县长一同参与 奇案仪式的海拔花 仙缘降维花 以道于行 对学院工 为名祈福的精神 深表认同 学院工一向以 尊法 合法 弘法 正信 正念 正气 的宗旨和精神 弘扬道教教义 和道教学术 目前学员 同道聘及全省各地 学院工也希望 能够以此类 不兴道统 正心固有无化 要ise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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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